白衣男子手拿安全帽 气冲冲冲向对方 头红上衣的男子则是拿起雨伞 两人开始互骂下一秒 白衣男拿安全帽狂殴 对方立刻拿雨伞回击 纠缠在一块 最后白衣男被压倒在凉亭椅子上 一旁民众吓坏 眼看头红衣男不停猛K 他赶紧把人拉开 没想到最后白衣男冲出来 坐视殴打 头红衣男赶紧漏泡 大白天的凉亭上演暴力事件 事发地点位于云林斗六柚子公园 24号下午4点多 两名男子喝酒后发生口角 各自拿雨伞安全帽互殴 全城被路过外送员录下 还把画面泼上网 戏称是凉亭格斗杯开战 还有网友说红白大对决 柚子杯格斗大赛吗 警方获报到场时 双方已经鸟受散 19号可能一些小口角的部位 才引发冲突 警方指出桃红上衣男解释 当天和另一名朋友在打闹 白衣男以为朋友被欺负 才会冲过来叫嚣 却演变为打架事件 双方都没提告 警方也依违反设委法送办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 云理则报导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